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在演讲的时候表示,美军之所以想要插手委内瑞拉,主要是想要获取委内瑞拉的资源和财富。 马杜罗的说法没有太大问题,因为美国在1月多次提出了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和资源进行投资与控制,并且需要让美国的资本直接进入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。 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,实际上却很可能并不是。 美国想要控制委内瑞拉的根本原因,很可能是因为想要对南美地区施加足够的影响力。 委内瑞拉一旦控制不好,南美地区处处烽火都有可能。 俄罗斯媒体认为,对于现在的美军来说,这很明显是他们不想看到的。 委内瑞拉的不受控制还可以接受。 如果因为委内瑞拉的反抗,导致阿甘廷、巴西等国开始疏远美国。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 虽然南美洲国家距离美国确实比较近。 但实际上,大多数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都不算好。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太强,且较为霸道。 此外南美地区不少国家之前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。 和欧洲不少美军的盟友关系都极差。 例如阿甘廷和英国的关系就是如此。 两国甚至打了一场马岛战争。 最终,英国取得了胜利,但也付出了一定代价。 现在的阿甘廷对英国依旧算得上虎视眈眈。 而英国又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。 委内瑞拉是一个关键点。 一旦委内瑞拉,彻底脱离了美国的掌控区域。 那么还要更远一些的阿甘廷和巴西,必然出问题。 一旦南美大乱。 作为美国的后花园。 美国就不得不把大量兵力部署在南美。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军在其他地区的作战能力。 甚至为了在该地区部署航母和其他大型战舰。 美军必须把至关重要的航母战斗群大量的部署在大西洋地区。 这才是最致命的。 美军目前的主要对手,实际上都在太平洋和异渡洋沿岸。 一旦大量兵力,被拖到了大西洋。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,就是美军能否保证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控制能力。 相对于在南美地区的部署。 印度洋周边和西太平洋地区也很重要。 美军就会面临俄罗斯一样的问题。 即究竟在哪个地区部署大量军力。 俄罗斯尚可收缩防御。 美军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委内瑞拉的情况背后,自然是有俄罗斯的支援。 但美军之前一直在给俄罗斯使绊子。 现在被俄罗斯抓住机会反击。 即使美国也没有太好的理由反击。 只能动营战的。 在主性,实际上还 思。 毕竟俄罗斯为了自己的利益, 能想办法在续国地区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。 用三年时间,彻底解决了续国问题。 这很明显是美国的命门。 毕竟阿富汗和伊拉克,两场战争,几乎拖垮了美国。 委内瑞拉并不是软柿子。 即使美军想要发动战争, 难度也非常大。 而如何彻底占领控制对于美军来说就更不可能了。